一提到中秋,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赏月,吃月饼 但是,在台湾,你还会得到另一个回答 会烤肉,吃柚子 大家好,这里是雪莉观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这两个独特风俗的由来吧 先说解释起来比较简单的柚子 它是台湾中秋节必备的一个国品 它其实有三个含义,接原字谐音,都是图个好彩头 第一个柚子,就是保佑的家中柚子平安顺遂 第二个柚子,给人带来早生贵子的祝愿 有子,就希望外出游学的一些孩子可以回到家里 和寓意月圆人团圆的月饼一样 总之就是希望和家团圆,所有人都可以聚在一起 再来说说烤肉,这可能是台湾最与众不同的中秋习俗了 每年中秋节晚上,家家户户搬出小板凳 在空地上摆起烤肉架,当街夜烤 这场面,太妙了 公园,景区,河边,运动场,学校操场 甚至街道两旁以及大楼公寓的楼顶都在烤肉 大街小巷到处飘逸着炭火烤肉的香味 但中秋烤肉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古老的风俗 其实也不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是一种被广告创造出来的习俗 1986年,台湾的一个酱油品牌万家乡 率先瞄准了烧烤这块市场 推出了一支时至今日仍被大家热议的广告 这支广告中有一句相当魔性的广告语 一家烤肉万家乡 这支广告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关注 首先是这句广告语朗朗上口,相当之魔性 既成功地把自己的品牌嵌入了烤肉这个符号当中 也包含了美好的寓意 符合民众对于节日的想象和对生活的期待 由此,这款品牌的酱油销量节节高升 作为万家乡最大的竞争对手 金兰酱油自然是不希望一家独大局面的出现 也想抢攻这市场 所以也推出金兰烤肉酱的电视广告 在金兰烤肉酱之前 大家烤肉通常是自己拿酱油和沙茶酱混合 拿着毛刷粘酱再涂在肉上 而金兰烤肉酱一推出 他还随贯附了一个小毛刷 直接将毛刷装在瓶口上 倒着一拿,就可以直接涂肉了 对酷爱烤肉的台湾人来说 这简直是可以与四大发明并列的化石代发明 这两间厂商为了抢占烤肉酱的市场 连续好几年在中秋节期间立即推出广告 几年下来,造就了台湾中秋烤肉的风潮 现在看来,一家烤肉万家乡 简直就是台湾史上最成功的一支广告 史上最成功的广告标语,影响之大 竟然创造出一种新的习俗 而随着这种习俗的流行 政府也为民众开放了越来越多的烤肉基地 如今,一到中秋节 各大超市甚至小便利店 几乎都在全力促销烤肉用具 看到这里,雪莉只能说 这广告做得太牛了 但是有专家学者去考证了 发现吃烤肉的习俗或许更早是来自于台湾中南部的农村地区 台湾中南部的农民朋友们 在完成秋收后便复闲下来 于是会把稻草架起来焚烧 没事会往火堆里扔上几个番薯烤烤 但是光烤番薯又比较没有意思 后来就发展成为用石头或砖头搭个架子烤烤肉烤烤其他的东西 本身秋高气爽适合郊游 而且大家喜欢露营 一家上下团圆在一起赏月 逐渐地在台湾中南部 中秋就沦为了烤肉最盛的季节 1978年 民生报曾整理各地赏月活动 其中就有提到在台南 高雄等地 中秋节露营烤肉活动已经建成风气 次年 民生报又提到 西山道上摩托骑士多 西床尽是烤肉吸水的人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1982年 作为制造烤炉大本营的新竹市当年外销不景气 转为内销 因此烤肉活动的风俗也借此机会北阔 学者们得出结论认为 台湾中秋烤肉 始于一种秋收浓咸的打趣 期间恰逢烤肉用具的降价 最后面又有广告商做推手 于是 这种风俗便蔓延到全台 成为台湾中秋民俗的一部分 不过 1990年以前的烤肉活动仍是在风景区为主 一般烤肉仍不算太流行 2007年 曾有一位名为张新论的台北市民投书报纸 宣称将烤肉风俗由景区带到街头巷尾 是自己无心插流的结果 这个市民指出 1990年时他们家原本5月要举办烤肉活动 因雨取消 到了中秋节前 儿子突然问可不可以烤肉 结果一家人就在台北市市立图书馆后面的篮球场烤肉 第二年中秋节前 他们家又在篮球场烤肉 因为香气四溢 吸引了许多邻居围观 他也顺势提议 隔年中秋扩大举办社区烤肉 自此成为社区必办的活动 之后扩大成为整个市里 甚至在当时尚未完工的大安森林公园周边都是烤肉人群 其实不管是广告的带动 还是由个人带起来 或者是由农贤露营兴起 如今一到中秋节 台湾到处可见的烤肉 已然成为一道特有的风景 但是烧烤能够流行成节庆活动 还是跟它自身的特质有关 烧烤让你想吃什么就烤什么 各取所需 还能与家人朋友相聚 与左邻右舍交流一番 所以在中秋佳节里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吃着烤肉画家常 不仅能让彼此距离更近 更使人生一大乐事 不过这几年 台湾开始重视 露天烧烤可能造成的问题 倡导健康烤肉 比如 自制柠檬酱料 避免吃进过多热量 探讨怎么烤 才不会排放过多油烟 减少空气污染等等 为了提倡节能减排 台湾地方县市已经较少 举办大型烤肉晚会 还有多个县市 禁止在公园内烧烤 烧烤店生意 反而因此火爆起来 其实 不论中秋的习俗如何演变 团圆的主题是永远不变的 中秋不论是赏月 吃月饼 还是烤肉 吃柚子 大家心里渴望的 都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开开心心团团圆圆 而这些可爱的习俗 无非就是给生活增添一分色彩 一分情趣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雪莉也在这里 摇祝大家中秋快乐 人月两元 另外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非常欢迎你能订阅频道 并给我一个鼓励的赞 雪莉会长期关注最新最热的热闻趣事 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是雪莉 我们下期再见